澳大利赫本 他就是那人间的天使 以最完美的传奇形象 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天空 很多名声赫赫的大导演 都曾异口同声地称赞美过澳大利赫本 正如大导演比利怀尔德所说 上帝都愿意亲吻他的脸颊 他就是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可见赫本的美的静谧无声 亲人心脾 澳大利赫本自出生那一刻 便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这份幸运来自于赫本的母亲 她的坚强温柔 努力上进 都让赫本的生活富足而甜美 为了不让女儿因事事而牵绊 甚至愿意牺牲自我来成全女儿 如此的母亲 每次让赫本回忆往事 便不由得泪流满面 一名赫赫本的生命重 1953年 奥戴利 赫本与好莱坞名 影星格力高里派克 一起主演了电影《罗马假日》 当时赫本总是录不了戏 导演 一给他上了电影明星的第一课 都让赫本受益匪浅 导演告诉他 要迎合内心的感觉 而不是作戏 他必须忘掉自己式的演戏 应当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公主 而赫本的表示 我从来不拥有什么天赋才能 我崇拜我的工作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才会成就最经典的影片 那时的赫本来天使降临好莱坞 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奥戴利 赫本优雅 笑容奥戴利 赫本会讲五国语言 他一生获得五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 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三位 其他经典的影片 有窑窕说女帝凡尼的早餐龙奉沛 为世人贡献一个高贵优雅的女神形象 奥戴利赫本美的纯粹自然 她的双眸深色迷人 鲜长的睫毛 像秋日里飞舞的蝴蝶 孤闪着灵动与心盈 她的高贵善良灵魂和与世无争的气质 如同天使般完美 即便岁月流逝 课本依旧是优雅的代名词 而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 不 新闻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福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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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